在我出生以前 爸爸就已经离开了人世间 妈妈辛苦的抚养我和哥哥长大 记得有一次我们在一家餐厅吃饭 我被火锅烫伤 妈妈很紧张 直接送我到最近的医院 她不只每天早上辛苦的上班 晚上还要照顾我 在学业上的任何需求 学业用品 她都会满足我们 母亲节快到了 祝你身体健康 母亲节快乐 妈妈谢谢你 每天的照顾我们 虽然你生病了 都一样会照顾我们跟姐姐 现在我们都长大了 快18岁了 可是妈妈有帮你赚钱 长大之后我们会好好顺顺你 给你穿好的吃好的 带你出国玩 妈妈母亲节快乐 我常常被您提醒 我还回嘴 我现在想起对不起 有时候我还很听你的话 现在我长越大越不听你的话了 所以我要好好感尽 祝你母亲节快乐 妈妈谢谢你对我的照顾 虽然我常常跟你顶嘴 你也常常骂我 但我知道你都是为我好 在我难过生病开心时 你都在我身旁支持我 很谢谢你对我的照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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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养育了我12年 虽然我有时候会常常跟你顶嘴 但是你都不会很凶的怪我 妈妈我爱你谢谢你 妈妈辛苦了 谢谢你从小照顾我 你为了我每天做了两份工作 有时回家时你就会告诉我说 今天在学校发生了什么事情 每天这样子问 让我心体感觉放松了许多 在这些日子里 我想跟你说声 妈妈谢谢你了 母亲节快乐 祝你身体健康谢谢 当我心里有什么困难的时候 都会第一个先跟你讲 然后你都会伸给我很多的建议 而且不会强迫我去做 我非常感谢您这一点 你还记得吗 上次您我在晚上 起床很严重的时候 您就直接从直本去到麻西医院 带我去挂急诊 谢谢您 您还记得吗 上次的时候 您放假还带我们去海边玩 谢谢您 这样子每天照顾我们 妈妈你辛苦了 我们很爱你 母亲节快乐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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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